荣兄弟天赋高绝 您是他的恩师 既然您已经炼成了六合神功 为何不教他呢 荣兄弟道书背识而逃 固然不对 但也不难理解 莫说荣兄弟是一生五痴 但凡习武之人 谁又能抵抗得了天人合一的诱惑 天人合一 终究难逃天意弄人哪 长明山上寂寞清冷 为了哄他开心 我把所有武功都教他了 唯独不让他练六合心法 那小畜生也跟我闹过几次别扭 后来便偷了秘籍下山了 天残地缺 六合心法 这门魔宫既然如此命名 便寒了 规避后来人的意思 若真是什么好东西的话 我怎么可能不给他呢 也是我跟他爹爹 当年有点太重大了 那小畜生呢 可能以为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等过个几年 我们气消了 他再回来便是 刚开始的几年 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谁想到 如果是好东西 我怎么会不给他呢 莫说这六合心法了 就算是把古往金来 所有秘籍摆在我面前 我也 算了 不说了 我只恨我当年 一时犹豫 没有把这六合心法给毁了